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回归参数的估计 我们在前面有利用判定系数 就是所谓R² 来去估计回归方程式的一个叫做配式度 那么这个R²的话呢 是越靠近1 表示它的配式度越好 可是我们必须还要注意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这个显著性的减定 在没有通过之前 这个R²就算是再高 也没有具有意义 所以我们先一定要先经过的一个叫做 显著性的一个减定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R²的话呢 它这个数值的一个稳定性 在做这个假设检定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要把这个基本假设先要再说一次 我们对于这个误差项这个Epsilon I 每一个数值到我们的回归线上面的这个垂直的这个距离啊 有几个基本的假设 第一个 它的这个平均值啊 期望值是0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总和一定是0 这个是我们在最小平方法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了解的 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每一个误差项 不同的点 它之间误差项是相互独立的 也就是说 它的共变异数 要0 再来就是其一性 每一个这个变异数 它都一样 都是Sigma平方 这个我们在前面也已经做了一个 基本假设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也以图来表示过了 那么最后一个 这个误差项 需要常态 这是以下的基本要求 我们做下去的话呢 才会有意义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变异数的一个估计 变异数的估计 指的是这个模型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归方程式 回归模型 它的这个变异数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 I它的变异数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它这个平方 来我们计算一下 I的平方 这样子的结果 它是什么呢 每一点到它的这个直线的这个距离的平方 那么我们把这个Y hat 把它换成A加上BXI 这当然这就是负负 这两个都是负的 然后呢 平方了之后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SSE的一个定义 好 那么我来告诉各位同学 Sigma hat是什么呢 是Sigma的估计量 Sigma平方的估计量 这个地方啊 那么那就是SSE除以DF 就是它的 这是什么呢 自由度 那各位同学 自由度要减2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两个变数 A 以及B 这两个数字都是源自于我们原来的那些点 所以我们的自由度将要扣2 所以我们这边的自由度 这边要减2 所以是N减2 那么各位同学要记得了 SSE除以N减2 是什么呢 是我们变异数的一个估计量 我们后面将会用到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可以加速我们了解 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点 它的一个垂直距离 那就是在这边 那么我们看了这个 比照这个图以后 会更加的让我们了解 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我们来介绍的是 回归系数B的期望值 我们在回归方程式之中 有两个系数 一个叫做A 一个叫做B 那么其中这个B 是相对来说是重要的 怎么说呢 这个B就是我们所谓 它的斜率 如果斜率等于0 代表的是这个直线的话呢 根本我们的基本假设 就不存在 所以我们先要对于这个B 我们要先做一个分析 来我们先分析 B的期望值是多少呢 B我们在前面 已经在最小平方法里面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它是SXY 底下是SXX 来我们把它的算式列出来 这个地方就叫做XY 这是SSR 这是两个XX 这是平方的部分 那么我们又要知道说 这条直线YI的期望值 这是母体的这个回归线 这边是α 这是β 那么我们其实很希望的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 这个系数B 是估计这个β的这个B 它的期望值是β 那么我们看看是不是β 那么怎么证明呢 我们继续做下去 现在这个B 我们可以把它做的一个怎样的做法呢 就是把它盛开来 这两个分开来盛开来 所以这个地方就分成 上面底下是照写 上面分成了两个部分 现在我们再看看后面那一部分 这个YBAR的话呢 是一个数字 我们提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 每一个点到它的平均数的总和 这一定是0 后面这个是0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更加的 就是写得更加的简单 就直接把它写成这样 YI 好 我们再继续写下去 这个 它的期望值 就是直接 我们前面照写 后面就是E YI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 E的YI是什么 Alpha加上Beta XI 来我们继续带下去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分子的部分 分子的部分 我们的想法是很简单 我们一样也是把它盛开来 盛开来之后 那我们就看得很明显了 各位同学看这边 这边的话呢 前面是一个Alpha 这边是Beta放在前面 XI放在后面 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到哪里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地方 这是数字 前面同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0 那么后面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做下去 先把前面的话呢 先写出来 只留下了后面这一项 好 那现在我们的话呢 针对这个分母 这个分母是平方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了 自己乘自己 自己乘自己之后 来我们再把它盛开来 这样子的话呢 同样的方法 我们就会发现 哎 底下一半会变0了 各位同学看 这个盛开来了 这个地方 这个会变0 上面跟底下一模一样 这个上下一模一样 只插在一个beta上面 所以各位同学 你知道了 我们的b 就是我们的样本 样本的这个回归线的这个斜率 它是 它的期望值是beta 也就是说 它b是beta的不偏估计量 做到了这边 我们来看看b的变异数又是如何 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这个b 这个b系数的话 展开来之后变这样 那么我们也知道 也知道什么呢 这个 这一部分 是0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直接画掉 它会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形式 就是把它写成了一个y的一个线性组合 那么我们把它写开来 yi等于什么呢 它是变化是在于说它是123456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了像这样子展开来的一个线性组合 那么展开这个线性组合有什么好处呢 是因为我们要是把前面取了一个variance variance的话呢 就是变异数 如果说前面有细数 后面是随机变数 细数提到前面去 它会变成了平方倍 那么我们就直接利用了那个定理 就可以直接做了 好 varianceb是怎么一什么 然后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第一个系数的 离开了这个variance的这个符号之后 它会变平方 这边平方之后再平方 那么这边是带的是第一个 一直到最后一个 带variance 然后这个地方 拉到前面去就要变平方平方 那么基本假设 这就是sigma平方 这个每一个都叫做sigma平方 每一个都叫sigma平方 于是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我们又发现什么呢 这个分母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形式 做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话发现分母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个地方分子不一样 它是1到n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了一个sigma的格式 上面的话变化是 由1变化到n 那这边每个都平方 所以这边是平方 我们发现什么呢 我们发现上面这个跟底下这个 一模一样 只差在这个地方是平方又平方 那我们这边删掉一个 底下就变成了一个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sxx 这是si减掉x bar的平方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把它记得了 这个是b的回归系数b的一个变异数 sigma平方除以sxx 那么同学也要顺便再跟各位同学复习一下 因为如果sigma平方 我们不知道 我们用sigma hat来取代 那是等于什么呢 上面前面证明过了 我们用sse除以n-2 这个地方我们后面会用到 我们继续来介绍回归系数a的性质 相对来说 回归系数a 比较没有像b 影响力那么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再证明 只是给各位同学做了一个叙述 那么 这个b 它的期望值 刚才证明过了 它是什么呢 它是beta b的变异数 刚才也证明了 它就是sigma除以sxx 这个刚才已经都证明过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继续往下来介绍的是 a的它的期望值 如我们所期待的 它就是α 我们利用这个性质就可以了 那这个因为它后面我们没有再继续用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证明了 还有一个 a的变异数 写成这样 那么相对来说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是因为后面我们没有用 所以我们就没在这里证明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回归系数的抽样分配 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在假设检定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些性质 回归系数b 它的期望值是β 它的变异数叫做sigma b的平方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呢 刚刚介绍的 它的变异数是sigma平方除以sxx 好 那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会用到sse除以n-2来取代sigma平方 那么我们在假设检定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什么呢 当搭样本的时候 它服从常态分配 这个地方是一个转换 b减掉β除以它的什么呢 标准差就是z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标准常态分配来做检定 如果是小样本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 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t分配 注意的是 它的自由度是n-2 好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归模型变异数的估计的立体 假设有一个公司投入了广告的费用跟销售的金额 来做一个回归直线 回归方式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什么呢 请问残差的平方和叫做sse 是在图表上面的哪一个位置 那么各位同学如果观点很清楚的话呢 大家就知道sse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误差 所有点到我们这个回归的直线的距离的平方 那么看一下sse就是它的总和 所以在这里 那这边应该要写多少呢 23 均方和呢 残差的均方和 所谓残差的均方和 就是这个平方和除以它的自由度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的自由度是多少呢 因为 这个Y hat本身是不是有一个A 有一个B 它本身来说 这是这个两个变数 就是我们这五个点所形成的 所以我们要扣掉两个自由度 所以要除以三 23除以三 那么我们的变异数的估计量 变异数的估计量 其实就是sse除以它的自由度 那么就是均方和 所以这两个答案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单元的话呢 是表达的是说 判定系数啊 可以判断模型的这个配适度 但是 我们还要在外加一件 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 就是模式的一个显著性 有了这个显著性 我们这个判定系数的话呢 才更具有说服力 那么我们的技巧是 利用的是F减定 或者是T减定 那么Sigma的估计量 记得SSE除以N减2 那么SigmaB B的这个 是Sigma平方 除以SXX 这个刚刚证明过 那么我们把它带进去 这就是我们常常用的 这个B减定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 这个叫做 它的变异数 这个是B减定的